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身处9级以上的地震中 将会有哪些后果 你知道有记录以来 地球上最强烈的地震有多可怕吗 你见过上百米的海啸 冲击城市的画面吗 你知道吗 地震其实是一种极其频繁的自然现象 在全世界每年都会发生 多达500多万次地震 这相当于每天 就会有高达上万次的地震发生 只不过大多数的地震等级 都是极其轻微的 只有地震仪才能检测到 只有当阵级达到3级以上时 我们才会有明显的感觉 如果阵级超过8级或者9级 大地就会出现剧烈晃动 导致山体崩塌 甚至引发巨大的海啸席卷陆地 有记录以来 地球上超过9级的地震 曾经发生过多次 每一次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期视频 黑土就带给我领导一起回顾一下 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烈的5次地震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第五个 311日本大地震 此次地震发生在12年前的日本 这场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 震绩最强的地震 也是世界上第五大地震 它引发了巨大的海啸 造成了上万人死亡和失踪 以及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还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 给日本当地和世界 带来了长期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这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001年的3月11日的下午2点46分 震中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太平洋海域 震源深度达到了20公里 地震持续了约6分钟左右 造成了当地大部分地区的建筑物 道路 桥梁 铁路 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和倒塌 地震还引起了大量的山体滑坡 泥石流 地裂缝等次生灾害 更可怕的是地震后不久 高度达20多米的海啸 紧接着就袭击了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地区 淹没了沿海的城镇 村庄 以及各种工厂设施 海啸还冲走了大量的汽车 船只以及各种生活设施 这些被海啸冲走的东西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恐怖的是这次地震引发的海啸 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的事故 由于海啸的侵袭 导致核电站的外部电源被切断 从而使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失效 随着核反应堆的温度和压力不断上升 最终导致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爆炸 以及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基本是到了今天 这里方圆20公里区域的放射性物质 可能仍没有消散 此次由地震带来的核泄漏事故 使得十几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从而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区生活 3.1日本大地震 是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灾难之一 它给日本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损失 第四个 1952年 北库里尔茨克地震 1952年的11月4日 一场战绩为9级的强烈地震 在俄罗斯的勘察家半岛附近发生 这场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了21.6公里 引发了三波高度约为18米的海啸 当地震发生时 距离勘察家半岛130公里处的海底 就产生了海啸 海啸以三个波浪的形式冲向陆地 当地的人们在经历地震过后 大部分人就已经逃离到了周围的山上 因此 第一波海啸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第一波海啸过后 躲在山上的人以为平安无事了 所以就选择下山回到镇上 结果没过多久 第二波海啸就迎面而来 再次席卷了这个小镇 很多人来不及逃跑 就被卷进汹涌的海水中淹死了 据官方统计 这波海啸一共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 几乎占当时镇上人口的一半 幸运的是 这次地震的发生区域 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稀少的地区之一 但即便是这样 仍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以及受伤 这场地震被称为1952年 北库里尔斯克地震 也叫1952年坑查加大地震 这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经历过的 最强烈的地震 也是自19世纪以来 全球第五强烈的地震 如果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口非常密集 那么伤亡人数 也必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对了 再来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早在1737年 就发生过9.3级的地震 1841年 在同样的地方又发生了9级地震 到了1952年 仍是同一片区域 灾难重新降临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是因为看查加半岛的东部海岸 与看查加海沟平行 这里是太平洋板块 和厄祸斯克海板块的会合处 两个板块在会合处 形成了一个海沟 这个俯冲带 就是地震最活跃的区域 所以会经常产生地震 有时还会引发规模不同的海啸 非常危险 第三个 1964年 安克雷奇地震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生的 最强烈的地震之一 1964年的3月27日 一场9.2级的强震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南部海域发生 这场地震持续了4分38秒 引发了多个致命的海啸和滑坡 造成了131人死亡 和超过3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乍听上去给人里带来的伤亡 貌似并不是很大 但实际上 这次地震的破坏性极其强大 由于发生地震的地区 人口密度较小 所以遭受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这场地震被称为 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 由于发生地震这天 正好是基督教耶稣的受难日 所以这次地震也被称之为 耶稣受难日地震 也叫安克雷奇地震 这场地震是有记录以来 世界第三大地震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 记录到的最强烈的地震之一 震机达到了9.2级 要知道 15年前发生在汶川的地震 震机为8级 8级地震的破坏力和恐怖程度 相信很多人都历历在目 而发生在阿拉斯加的地震 等级达到了9.2级 这种等级的地震 如果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这场地震直接导致 阿拉斯加部分地区的地形 发生巨大的改变 地震过后 有些地方下沉了2米多 有些地方则上升了10多米 沿岸的一些森林 也直接被淹没在水中 因地震被摧毁的楼房 高达上百栋 其中有几栋大楼 则直接被移为平地 破坏力极强 除此之外 还引起了高达67米的 致命海啸和山体滑坡 地震过后 当地的海啸几乎立刻出现 根本没有给当地居民 留下逃生的时间 在安克雷西地区 由于地震引起的土壤液化 直接将一个郊区的悬崖 移动了610米 这次地震不仅为阿拉斯加 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 地震所产生的海啸 很波及到了加拿大 美国西海岸 以及夏威夷和日本等地 这是亚洲有纪录以来 最强烈的地震 也是有史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地震 2004年的12月26日 一场震级为9.3级的超强地震 在印度尼西亚 苏门达拉岛的西海岸附近发生 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 达到了30公里 持续时间近10分钟 并且引发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海啸 吞噬了十几万人的生命 最终造成了十几个国家 受到波及 接近30万人因此死亡 50多万人受伤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无数的财产和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 据估计 这场地震所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 1500多倍 它不仅为人类带来了 巨大的灾难 甚至还影响到了 整个地球的自转速度 科学家通过理论模型分析 这次地震可能直接导致 地球上一天的时间 缩短了三微秒 并且还可能导致地轴 摇摆了2.5厘米 虽然这些对于 整个地球来说都微不足道 但足以彰显出 这次地震的威力之大 杀伤力之强 此次地震之所以 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最主要的就是海啸 由于当时印度洋 并没有配备海啸预警系统 当地震过后 由于地震源处于水下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海啸 以迅猛的速度接近陆地 当人们发现时 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海水将自己淹没 因此 有关专家告诫人们 如果你身处沿海地区 一旦发生地震 请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海岸 并移动到高处进行避难 直到威胁完全解除过后 再选择回到安全地带 因为海啸并不是一波 在一些情况下 地震所引发的海啸 可能会高达三波 甚至更多 并且中间相隔的时间 可能会长达几小时不等 虽然地震所带来的破坏力 已经足够可怕了 但地震过后 所引发的海啸袭击 实际上比地震本身更加可怕 因为海啸过后 不但会二次破坏建筑物 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 以及动物死亡 这些死去的动物尸体 如果不及时清理 就很有可能会引发病菌 从而产生瘟疫 然而瘟疫的蔓延速度 与致命程度 往往比灾难本身更加可怕 足以对人类产生 大规模的死伤和危害 非常可怕 第一个 1960年智利大地震 当地时间1960年的 5月22日下午3点11分 位于智利中南部的海底 发生了阵际为9.5级的超强地震 这次地震是人类历史上 记录到的规模最大的地震 没有之一 智利这个国家 位于南美洲的西海岸 它东靠安地斯山脉 西面与太平洋深沟接近 是典蝎的地震和火山 最为活跃的地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这里曾不止一次地被海啸清洗 由于其处于太平洋板块 与南极州板块 相互碰撞的俯冲地带 所以自古以来 这里就经常会发生火山喷发 地震以及海啸等灾难 当地时间1966年5月22日 在这里的蒙特港附近海底 突然发生了9.5级的强烈地震 地震过后 人们发现海水迅速退落 露出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海底 海滩上还有很多鱼虾在挣扎 一些有经验的人 看到这种现象后 就知道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纷纷逃向山顶 以躲避即将发生的新灾难 地震大约过了15分钟之后 退去的海水 由于很快的速度突然猛涨 滚滚而来形成了高达25米的海浪 冲向陆地 那些没有及时逃到山上的人 瞬间被海水吞噬 画面犹如世界末日一样 非常恐怖 这次海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以及经济损失 至今仍无法精确得知 除了海啸 这场地震还引发了 十分罕见的地裂 有些地方的地表 产生了新的断层并且错位 有些人在地震发生时 则是直接跌进裂开的地面里 被大地吞噬 非常恐怖 在大自然面前 人力显得非常渺小且无力 曾几何时我们一度认为 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面对大地的震动 海啸的冲击 火山的喷发 以及各种大型自然灾害 我们能做的 只有尽力逃生 却根本无法阻止 这些灾难的降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